包雞拌飯 沒想到它裡面好像是 飯跟太太而已 就這東西大概只能給沒錢的學生吃 草莓大福 沒有草莓 真的好軟 沒有草莓大福 我很生氣耶 個人覺得很好吃 完蛋了 怎麼啦 碰到標題改成 土琪公道老婆EP1 去吃酒麵商品 什麼美食公道老婆的 這個我都不敢自己說 妳老姐妳吃過酒麵的飯糰了沒 欸還沒耶 好吃嗎 真的假的啦 我來看Uber叫不叫的到 有欸買的到欸 那我全點囉 今天晚餐就吃這個 我覺得 欸 感覺夠了欸 我點五個了欸 龍麵 白鮮凍 燒燒雞飯飯飯糰 梅大福 跟醬烤雞蛋三明治 你這樣外送買是盤欸 因為他們都超商機器瓶都貼六折了 喔 不想出門 那我就不客氣先來從麵開始喔 他們剛剛是給予最大的好評 很Q是不是 很Q嗎 可是如果你先吃最好吃的 那會有那個欸 有Q嗎 還不錯 肉也是蠻挑的人欸 如果他說好吃 我肯定是可以吃得下的 嗯 咖哩的味道也不錯 但是第一口下去我覺得有點鹹 有點鹹 喔 肉好吃 嗯 肉好吃欸 這好評嗎 真的好吃欸 嗯 可以趕快吃一吃 然後趕快給我吃嗎 我快餓死了 他的咖哩蠻好吃的 這個是最不雷了是不是 有啦有啦 我吃下一個 醬燒烤雞蛋三明治 聽說這是酒麵最喜歡的 啊 我覺得這個很好吃欸 好吃 很好吃 這值得一買 我以前也是因為打工所以吃過很多套商食品你知道嗎 飯跟麵 擺過超多類的 但是這個是好吃的 那你們覺得這個怎麼樣 我個人覺得 很好吃 那完蛋了 可能是因為你們剛剛有叫我們去微波的關係 我覺得三明治吃起來好軟喔 然後他蛋的味道很香欸 我覺得這個很好吃欸 喔 不得不說 這個要59塊 確實是貴了一點 我個人覺得他49塊的話 評價可能會比現在更好很多 欸 人家還有這麼大一坨蛋欸 39的話 先買10個啊 嗯 我覺得蛋就很好吃欸 蠻喜歡他微波之後的感覺 但肉真的算是很多欸 很大塊 那我們現在吃一般的23塊的 照燒雞拌飯飯糰好了 因為我原本以為這裡面是有肉的 沒想到它裡面好像是 飯跟海苔而已 唉唷 阿嫩 怎麼門頭都是海苔而已 喔 天啊 好可憐喔 阿嫩好可憐喔 他已經不知道沾了多少肉也丟下的食物 嗯 覺得這三明治是好吃的 是好吃嗎 就還好你們有說要微波 我覺得微波真的好吃很多 而且骨絲很軟 然後肉也是好吃的 蛋也是好吃的 可能就像你們說 價錢會稍微貴了一點 但是如果好餓 然後偷偷看這個 我是會想要再買的 倒燒雞拌飯拌飯 對吃的三口還給不出評價 沒有 我正要說他的評價 我覺得這個東西 大概只能給沒錢的學生吃 不太適合給上班主吃 就是如果老闆給你一個便當 然後裡面有這個東西 你大概會覺得 是很摳是不是 口味太甜 又完全沒東西 只有飯跟醬 確實是第一口第二口的時候 還有點不知道所以人 對啊 這第三口你大概會跟我講出一樣的評語吧 接下來我要吃的是 海鮮丼飯頭啊 這個59 59 59那我不會買 因為我覺得飯團這樣太貴了 那我會買這個 嗯 這半飯確實 吃不到料會覺得有點失望的感覺 嗯 這是深思熟慮嗎 你有吃到料嗎 有 但我在努力看他到底是誰 我覺得他也不是說難吃 就是會讓你失望 嗯 我吃到干貝了 這麼說好了 根本沒有那個魚卵 撥撥撥的感覺 他剛剛不是一直在吹捧 那個魚卵吃起來會有 撥撥的口感 根本沒有 第二是 感覺沒有很多海鮮 醬算好吃 但是料真的不知道你到底吃了什麼東西 你就是他一直想說 這是蝦子還是干貝 但我剛剛吃到一個干貝 全部都醬啊 有啦有啦 白白的那一個 有看到吧 基本上沒有感受到豪華 也沒有感受到排鮮 這個確實吃的是空虛的 一直吃到美乃滋的味道 最後一個啦 草莓大福 它是草莓醬 然後跟他們做的莓果Q丼 還有草莓 那我覺得它乾脆有包草莓 但是貴一點 這個已經就39塊來了 蛤 包一整顆草莓可能要59塊耶 而且它其實很小一顆啊 確實 我吃囉 真的好軟 我剛剛以為尼亞在吃的效果 會卡牙嗎 不會啊 再吃一口看看 已經咬了兩口有兩個的內餡了 它吃起來好像涼糕 也是古早味的那個 對對對 你們有吃過嗎 就是一個塑膠盒裡面 夜市會賣你的那個 對 QQ的涼糕 對 它比較像那個 我們可以吃吃看 好軟 好軟 你看 你第一口咬下去會覺得嚇到 吃完那個草莓大福之後 再回來吃這個 變好吃了 很高皮喔 有感覺到 豪華海鮮丼的感覺 有耶 順序錯了啦 各位 這邊給予豪華海鮮丼飯糰好評 欸 順序問題差超多的 這草莓大福是 我很生氣耶 欸 那你再吃這個 我今年都還沒吃到草莓大福 就這一個 就這一個 快點快點快點 你吃這個會變得很奢華 你還沒品嘗到你就 太大一口了 欸 有吃到料耶 有對不對 變得很紮實的口感 有吃到料 真的不要買這個 會有點顛覆你對 草莓大福的印象 這個39塊 大概只有19塊的價值 吃完草莓大福 再回來吃這個拌飯飯糰 我感受到濃濃的照燒的味道耶 但打開眼睛看到一堆飯的時候 還是覺得 嗯好空心 就是有減入奢了吧 欸 那滿分5分的話 你要一個一個評嗎 對啊 從草莓大福開始評 草莓大福 滿分5分是 0.5 對 2.5 超高 感覺可以騙騙小孩而已 這麼高 剛剛原本心裡 有點想要給0.3 其實你人很好了 我想要給他0分耶 因為我覺得這完全就不是草莓大福 再來是憑那個照燒雞飯好了 本來23塊 1.2分 原本是想給1分啦 但是吃完草莓大福再回來的時候 有濃濃的照燒的味道 在我的鼻腔裡 是在做了0.2分 對 下一個 桃花海鮮丼飯糰 1.5吧 主要是 我很納悶為什麼沒有海鮮丼 沒有讓我置身大海的感覺 糟糕 然後 三餅子 我覺得很好吃 肉類微波可能3.5 有微波可能3.8吧 有微波可能3.8吧 然後最後一個是 這個應該分數最高 麵的話我覺得很好吃 然後醬也不錯 對我來說 唯一的缺點就是 比較鹹 但是99塊我也覺得還可以 因為肉也給的算 這我肉有4塊吧 這個真的蠻好吃的 嗯 這個可以買 這個我給4.2吧 唯一有一個超過4分的 除了洋蔥 紅蘿蔔 屑屑 然後還有肉 好像也沒有其他的 還好就是蠻小碗的 它不會大碗 然後只有這些東西 然後讓你吃完覺得好膩 其實對我來說是優點 因為我超討厭紅蘿蔔 然後我又喜歡吃鹹的 如果是我給他4.5 那你們有吃飽嗎 嗯 沒有 我花了300塊 沒有吃飽 啊這樣一個人 至少也花個100出 如果以我都吃不飽的狀況 你們應該是塞牙縫吧 可以衝擊啦各位 你們自己可以試試看 我跟肉依的口味一不一樣呢 武器公道老婆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愛心暴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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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膝蓋紅紅的020你們介意嗎 不介意 好看 好 哇你的這個貴紅了欸 對啊好痛喔 感謝 謝謝大家幫忙完成發燒列車 謝謝 等一下 所以這個只看得到 等一下 它這個會 兩邊都在那邊甩來甩去欸 欸我發現我沒有綁欸 蛤 我剛剛是直接套上去的 我沒綁 哈哈哈 等一下等一下 我去廁所綁一下 等一下 太危險了吧 要死忘記綁那個左右兩邊了 太好笑了吧 謝謝 哇 還是一直甩 三兩條還是一直甩啊 而且我被 我被水甩到了欸 你真的甩到這邊欸 太扯了 哈哈哈 有些小朋友 二十歳 三十歳 還蛻 我曾說 快來 快來 好 快去 快來